今天我们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全球会所管理系统2.0的这个系统的说明 主要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系统 它其实串接了非常多的系统 包括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海外持续行动系统 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所以因为它跟很多的系统都很有关联性 所以这个系统在优化之后 我们也就是今天来跟大家来说明 好那这个系统其实是跟海外持续行动系统是不一样的系统 所以它的权限也是另外申请的 所以后续可能也就是要再请大家再另外提供名单给本会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权限的申请 那后续也会跟大家说明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系统我们这个系统为什么会要来开发 那开发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们谁来问呼这个系统 然后这个这个资料呢 其实它在编辑的时候 它的编辑跟审核流程 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要来建立一些彼此编辑的默契 然后还有大家可能会常问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一起来就是互动一下交流 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针对我们就是之前遇到的问题跟痛点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开发这个系统 我们来就是探讨一下 好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们的会所的名称 就是大家可能因为尤其是海外的部分 因为翻译的部分 那用字上面有很多的不一样 包括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像巴厘岛 印尼的巴厘岛那可能就是因为翻译的用法上面 有可能是这样的写法 或者是另外一种写法 那包括像最近像就是尼泊尔的蓝皮尼 蓝皮尼的就是写法上面其实也是会有不一样 所以那为了就是要统一 那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包括用字上面 就是大家都是统一的部分 好那再来就是会所的资料 其实是没有办法及时同步更新 就是本会这边在掌握上面 比方说可能某个地方形成了某一个会所 那其实事上本会其实这边我们是没有得到讯息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资料上面 其实是没办法及时来跟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 那包括可能某个会所停用的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样子我们很多的资料上面可能有时候 其他单位包括文石可能也会一直来问我们说 那这个会所还有在使用吗 这样等等的部分 那还有包括异动的部分也是 比方说会所可能有搬家啦或者是等等 那可能这些我们都希望就是 未来我们是在同一个资料库上面 那还有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会所的资料 没有在同一个平台上维护 所以导致呢资料也是差异很多 那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在同一个资料库上维护 好那所以因此呢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些问题等等 那所以我们就是开发的目标呢 希望全球分支机构的资料 希望它的完整性跟一致性能够建立 那就是分支机构的话包括就是四大制业 尤其是像美国的分支机构非常多 那美国加拿大整整比较大的国家 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它又有四大制业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会所呢 其实是地点 就是任何地点的基础的系统 那只要这个地点的基础系统建立好了 其实它要串接我们很多的资讯系统 或者整合的话其实它是会比较好的 就是会比较完善 那大家的就是用字或者是资料库的更新上面 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维护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未来就是在建制 整个大数据大事迹的时候 它其实是像它这个部分呢就可以非常的完善 就是大家的资料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维护 资料的一致性也非常高 这样子 好那就是在我们均说 其实全球会所的系统的应用 其实大家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海外途径行动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应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系统上面就有一个活动地点 有一个会所的部分 在这个会所的部分 它这个资料就已经直接串接到我们现在的 这个全球的会所管理系统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发现说 我们在某个会所有活动 但是却选不到就是这个会所 那可能就是资料有遗漏 所以因此说我们如果在会所的这个部分 在全活动的时候 那明明就是大家都是在会所举办 那但是呢 却发现没有这个会所 那可能就是大家未来就可以直接在系统上面维护 这样子 或者是说有发现就是我们的会所 就是地址等等的相关的资料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维护 那就不用 就是很多的资料就不用一直在跟本会 跟请本会就是来维护这样 好 那因为以前我们的资料都是在 尤其是分支机构这一块 那因为以往就是我们年度普查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分支机构是在REGIC上面 来做维护的 那因为REGIC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过渡的资料库 那未来我们很多的系统都会慢慢转移到资讯的系统 那其实在之前我们的分支机构 在这上面维护的时候 它的栏位其实是有限的 那没办法做很完整的收集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建制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全球 会所管理系统建制完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在上面的资料尽量 就是能够完整 那后面也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有哪些栏位 可能要让大家来填好 那所以会所的资料 希望能够就是保持更新更完整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可以做一些定期的盘点 因为毕竟在资料库上面 可能在看的时候 可能就是也许就是大家进来看的部分 可能也许大家觉得这上面来检视 可能不太容易的话 我们本会这边也可以提供就是报表 就是如果说比方说美国 如果有需要的话 未来我们可以提供 就是完整的美国的 就是会所的资料 然后让大家定期的盘点 那这个系统是希望由谁来维护呢 包括就是海外的行政同仁 或者是海外的行政志工 那我们主要是针对说 如果是有同仁的国家 我们希望是有同仁 我们的行政同仁来维护资料 那针对没有同仁的国家 我们希望是由负责人推荐的 行政的志工来维护 我们的会所的资料 那本会的角色呢 就是本会角色就是来审核 审核相关的资料 因为主要我们要看一下 填写的部分有没有资料 有没有就是格式 或者是资料上面 有哪些不完整的部分 需要再补充的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分制机构里面 需要维护的制业的类别呢 包括像自大制业 自大制业的部分 那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部分 那环保战呢 就是其实有很多国家 其实是有环保战的 那环保战我们是归属在 慈善制业里面 然后我们也希望是说 以往我们在普达时候 发现环保战的这个部分 其实资料是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停进来的 那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是说 这个环保战的部分 如果各国有的话 也可以填进来 那这样子就是 我们在海外行动系统上面 在就是如果各地有 一些环保的活动的时候呢 或者环保回收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填进去 好那还有哪一个部分要维护呢 包括近私人文像书宣等等的资料 我们也希望可以一起维护近来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遍布各国的书宣 还有四大支也有多少的数量 好那这个维护这个资料的重要性呢 包括说刚刚讲的嘛 就是它是一个活动地点的 重要的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随时保持更新 好那另外就是刚刚讲过说 其实因为所有需要 实际会所的系统呢 其实事实上都需要串接到 这个系统上面 那目前已经有知道的 已经有六个系统已经有串接了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础的建设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 就是像不同的单位 包括像就是文史 文史或者是像就是月刊 他们常常会引用意义相关的资料 那其实在取用资料的一致性上面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平台上 维护的话那资料的一致性就会很好 那才不会说我们一直常常都要做 较对的工作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系 这个系统的权限设定上面 那在这个系统的权限上面 我们这个系统的权限其实是还蛮单纯的 就是海外的话就是一个编辑 编辑的角色就是一个 编辑跟查询 在编辑的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资料 就是多数的国家 也就是单一的国家 比方说如果是美国 只会看到美国的资料这样子 那大家想说那这样子 我们编辑了之后那 就是全球的资料的话 未来其实事实上我们在明年的话 就是资讯处这边我们还会在 就是说如果要给一般大众看到的 就是全球的会所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另外涉及一个 给大众看到的官网 在官网上呈现 让大家看到就是全球哪些会所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跟大家说明的这个 全球会所管理系统呢 它其实是一个会所的管理的后台 那这个是一个行政的系统 而不是一般志工使用的系统 跟海外职机行动系统不太一样 海外职机行动系统的话 我们主要的使用对象是志工 那当然行政同仁也就是也可以一起来使用 好那这个系统的编审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他的编审其实是还蛮单纯的 就是由就是同仁或志工来编辑的之后呢 就是审核的话就是由本会同仁来审核 那刚刚有讲过说编辑的资料 包括适当事业还有私人文的部分 好那针对呢就是我们资料在新增 或者是异动上面它的流程呢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就是未来在新增会所的时候 我们是有先签程是有先通过的 有先通过签程 然后然后大家再编辑资料 然后再送出审核这样子 好那如果是资料异动上面 好资料异动有哪些就是哪些情境呢 包括可能是会所的升格 比方说他原本是一个联络点 然后升为联络处 或从联络处升为可能是分会 好那这就是会所的升格 那会所的名称异动可能是 会跟会所升格也会有关系 那会所当他会所升格的时候 他会所的名称就有异动 可能是某某的联络点 变成某某的联络处 那他就是会所的名称的异动 那会所的当然就是如果说他会所的搬迁 然后就是他一直会异动 那所以当他某一个会所他搬迁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希望这个会所原本就的会所就是停用 除非说他有另外在就是这个会所有另外的用途 那这个会所的名称可能就会 也许就会产生异动 那如果是因为会所搬迁 那我们希望他原本的如果那个会所不再使用的话 我们基本上希望他可以先停用 可以先停用这样子 这样才不会造成资料的混乱 因为可能因为可能因为租约的关系等等的因素 他可能这个会所已经停用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让我们本会也知道说 这个会所已经不会再使用 不然他我们很多的文史的资料上面 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说 这个地方已经停用了这样 那在就是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境的话 请大家进来就是编辑资料之后 然后按储存了之后 然后系统就会通知审核者 那如果说审核者看到任何这些资料 异动上面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再回去再会请教 就是各地的编辑者 好那我们会所的栏位的编辑的默契呢 基本上就是希望就是有一些栏位呢 因为可能就是希望大家有一次的默契 才不会就是未来在资料上的解读 产生就是不一致 好 在栏位上面我们有一个栏位 是叫做会所的属性 那这个会所的属性呢 是根据海外分析机构的管理办法来订定的 那他其实有设定了一些标准 然后就是依照就是分析机构的规模上面 然后有定义一些标准 那当然在办法 我们这个办法是其实大概十年前有公告过 那因为后来后续都没有再更新过 那我们最近也有再重新来 就是再看这些办法 就是里面有些内容可能需要再重新来修订 所以也许在明年的部分 我们会再公告这个修订的办法给大家 那就是这些规模呢 如果是没有达到标准的部分的话 那如果但是他有经过本会核可设立的话 也不是在也不在这个限制里面 那这个我们今年就是盘点 就是这些规模 就是不同规模的这些分支连点 后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 包括受证人数 志工人数 长期会员的人数 这三个标准 只有七个分会其实是有达到的 其他的是没有达到的 那当然就后续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会再针对办法的部分 来看看如何的修订 好那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会所的属性 就是在这个栏位上面 所以大家到时候会依据 就是说现在你的会所是属于是联络点 还是分会还是联络处等等来进行选择 那我们就是还有一个栏位叫上一级会所的名称 那上一级会所的名称是依照 就是当地最高的分支机构来设定的 假设说在日本的大阪的联络点 那他当地的日本 日本最高的分支机构就是日本成分会 就在上一级会所的部分 就请大家要填的是当地的最高的分支机构 好那假设说像越南他当地最高的分支机构 是越南联络处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像越南海洋联络点 那当地的就是最高的分支机构 就是越南联络处那就是联络出来 好那刚刚讲的是慈善慈善之业的部分 那如果是针对像教育或医疗 他通常都在很多国家都是用法人的机制 那法人的话就是像比方说像美国 美国他在就是教育之业 或者是治疗等等 他其实都有不同的法人 那所以在上一级会所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我们希望是说他的就是隶属于就是法人的部分 那所以在在上面填写的时候就是要用法人来填写 好那在法人这个单位的话基本上是由本会这边就是已经建制到系统里面了 那就是我们是一登记注册的名称来做来做这个建制的 那如果各国有发现我们建制的法人的资料 其实是跟当地不一样的话也请通知本会 那我们就一起来教训这些资料 好那最后呢就是在资料公开跟不公开好了 那其实因为我们会所有很多的类型好那有很多的资料是可能有很多的会所可能刚开始建制 那可能他的资料还没有要对外公开 或者是他可能是因为他是就是这个会所是由私人提供的 那可能他也不想对外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这边有做一些设定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希望就是说有一些他可能不希望对外公开 那以往可能这些不对外公开的资料可能都不会收集 那未来我们可能就希望是说在我们的资料库可以收集完整 但是他是只对内公开的 好那这些定义上面呢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定义是怎么个就是针对什么样的资料是可公开或不可公开 那当然这是由当地先做初步的设定 然后本会会在一起来帮大家来看 那针对对外公开呢就是比较没有任何的 就是如果说这个会所我们希望让大众都就是资料的会所 知道的会所的话 我们希望他是设定是完全对外公开 包括中文的英文的部分 那就是对外公开部分可能会在可能任何的官网 或者是网站上面 包括可能在我们就是月看上面 可能在最后最后的全球的很多的分支连点上面 其实上面也会有一些对外的一些会所的资料 那对内如果是像这边有一个叫中文对内公开 对内公开的跟反正就是有中文的英文嘛 那就是对内公开的意思就是说对大众是不公开的 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对内的资讯系统上面 我们是希望公开的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活动呢 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发心的菩萨 他们提供的个人的会所 那其实他们基本上是希望这些 他们的个人的住家是不要对 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那但是可能会举办一些 可能把青年营业或者会议等等内部的活动 那但是如果说他不 在我们内部的系统没有公开的话 可能我们很多的 就是我们要填写一些资料回报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是不会有这个地点产生的 所以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就是希望设定为就是座内公开的部分 那所以就是说除非说那座内不公开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都不公开了 那这样子可能就是只有我们维护的人看得到而已 那就是在我们后台上面看得到 就是其他包括对外的资讯系统 或者是座内资讯系统 其实他都看不到 就只有在我们这个资料谱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文史公开的话 其实是跟座内公开是比较相似的 那他其实是跟文史串结的相关的系统 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他就是也是一样是串结系统 包括大张线系统 图文系统还有未来的大信息系统等等 那这些都是有相关串结的部分 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有建物的名称 那建物的名称这个栏位 就是他跟我们的 就是会所的中文名称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就是会所的名称 我们希望是用行政体系的名称 包括像分会联络处联络点 但是很多的一般的会众可能都不会是称什么联络点 他们可能就称 说那边是某某建筑物比方说是某某进市场等等 那所以我们在如果就比方说像印尼他可能在这个分会 他其实也是进市场 那我们就希望在建物的这个名称上面可以来填写这样的一个名称 好那联络的资料跟会所的资料的部分的话 就是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建置一起建置完成 包括像像比方说像新加坡 他们就有就是可能就是会所的电话 然后他们包括他们的官网 然后他们的可以联络到新加坡的公用的信箱 然后他们的FB还有IG等等 那这些我们都希望可以能够建置完整 那在就是负责人的资料上面呢 负责人的部分的话是到时候就是直接可以印进来之后 系统会自动在手机跟email 但是这些资料就是各自的部分其实我们是不会对外公开的 只是我们在系统上面会一直来建置 好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停用的资讯 他在这边是可以做设定的 就是某一个会所如果他是因为租约到期或其他原因 然后导致会所来停用的话 我们希望也可以在这边帮我们做一些设定 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什么时候停用的 然后朋友的原因也帮我们写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就是才不会说我们其实事实上一直对外的时候 一直不知道说这个会所停用的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页面呢 是叫做异动记录 那所以就是任何就是我们任何人在上面 做了任何的资料的修改 他其实事实上他都会有 比方说是有是谁异动的资料 那异动的是哪些资料内容 他其实在这边都会显示 那这样的话未来我们才会知道说 什么时候有谁来做了一些资料的异动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如果有些资料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去请教某位菩萨这样子 好那最后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就是 就是权限申请的名单上面呢 就是我们有设计的一个Google的表单 那就是请大家就是昨天因为已经有说明会了 那大家已经就是有些国家已经进来填了 那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各国就是直接在上面填写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系统的话是以刚刚讲过嘛 就是就是以同仁为主 那如果没有同仁的国家的话 才会由就是负责人推派志工 或者负责人直接进来维护也可以 那就是所以在名单的填写上面的话 我们希望在12月底之前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就是我们这边设定完成 那各国就可以使用了 因为它的权限设定跟海外直级系统比较不一样 海外直级行动系统它的权限设定稍微 复杂了一点点 因为它是由志工来使用的系统 所以它在设定上面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这个系统在设定上面 只要大家提供LW的账号 还有信号给我们之后 我们就会来帮大家开启权限 好那再来就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demo我们的就是 针对这个 就是管理系统上面 我们来为大家demo一下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边这边有个QR Code登录 那其实这个是要下载 就是下载一个App 它才能够就是由那个App来登录 那目前的话海外大概就是 如果是人事干事的话 那就是人事干事基本上是有是有下载那个App 那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基本上就是由 LW的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好那就是我们在登录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 大家其实看不到的是 左边这边应该是看不到这么多资料 因为就是权限的关系 那就是大家应该就会看到一个会所的资料 那会出报表的部分的话是本会这边是有提现的 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盘点的话 就会出的盘点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就是会出整个报表的话 那我可以跟本会这边来提出 那我们就会会出报表给大家 好那如果说我们要查某一个 国家的资料的话 那就是直接打 直接输入就 直接输入国家名称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以新加坡为例的话 新加坡新加坡 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环保教育站 在之前有一个时间 它是其实停用了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 它是已经停用的话 那我们就是会设定停用的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停用了 那当然我们点进去的话 也可以看到说 他当初他其实他停用的一些时间或者是原因 但是因为当初我们就是 就是这个系统还没有起用 所以我们大致上还就是还没有 人来维护 那如果新加坡 就是也可以帮我们在之后把资料完善 所以说这个包括朋友的原因可以帮我们就是来填写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比方说我们以新加坡的分会为例的话 那在很多的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会所的属性 那这边有很多的选项 那大家可以来选 那就是依这个会所的属性来选 那因为新加坡这边是分会嘛 所以这边就是选择分会的部分 那就是会所的名称有中文跟英文 英文的部分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填写 那刚跟大家解释的上一集会所的部分的话 他也会有一些选项 包括他可能如果是隶属于法人 就是他的最当地的 就是像新加坡这个是分会嘛 所以他最高就是分会 那就是这个就是分会为主 那法人的资料等等 那刚刚讲的监务的名称 还有刚刚漏掉的是一个叫做取得的方式 那比方说这个会所可能很多的会所可能是 也许是无偿提供或租赁 或者是总会所有 或者是其他希望大家帮我们一起把资料就是建立完整 好然后刚刚有讲到就是资料公开不公开的这些设定的部分 好还有联络的资料刚刚有讲过嘛 那会所的照片的话 我们希望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把资料建立完整 那这个新加坡是我们建立的一个sample 就是就是我们已经挑选了几张照片 然后就是上面就是有就是新加坡会所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因为这些资料建立起来之后 未来我们在官网上面在呈现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些资料会就是放在官网上面 包括可能当地会所很漂亮的照片 我们就会一起在官网上面显示这样子 好那刚刚平用的资料也跟大家介绍了 那包括异动的资料等等这些就是有介绍了 好那demo的部分我们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大概就是一些大家常问的问题 那就是其实因为之前就是海外持续行动系统 就是已经大家已经经过一轮的就是账号 忘记账号密码还有账号申请等等 这些大家都有经历过了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应该是现在应该是比较熟悉 但是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再提出 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系统就是是有哪些对象 这个系统主要是行政系统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制共在使用的 那如果是没有同仁的国家 那基本上是由负责人配派来编辑这个系统 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又建立一个就是群组 那在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使用上的问题或者是编辑上的问题 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群组上提出 那我们就会来回复大家 好那以上跟大家的分享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欢迎提出 那大家可以举手来提出 请问线上有菩萨要提问吗 苏芬师姐您好 这里是苏芬师姐 想问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那个原本已经有了的那些分支机构连点的资料会在里面吗 对有全部都已经在里面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系统我们就是到时候大家把权限就是开好了之后 大家进去里面看也可以做 我知道因为其实像比方说雪龙分会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其实四大分会里面 其实应该都有很多想说到底你们里面到底放了哪些资料 那如果说你们觉得在系统上面这样看其实很不容易 那我们这边可以挥出报表可以给你提供给你们 然后你们可以去做盘点 那如果有问题的那你们就直接在系统上调整这样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们希望是说 未来我们希望是说比方说比较大的分会 因为分支机构真的太多了 其实是很难在系统上面这样子就是 看就是一目了然看很清楚这样子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这边会提供就是说你们可以再跟我们提出说你们需要报表 来去做一些盘点跟确认那我们这边就会提供给大家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之前那个海外现况普查那边是没有环保站的资料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会所管理系统将会需要环保站的资料 这样我们需要一个一个输入吗 还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一个名单 环保站的名单然后让数分时间那边可以帮忙导入 你就看你的资料量如果你的资料量还蛮大的话 那我们我会再问一下资讯处那边看是不是可以用资料的方式来资料 但是资料格式就是要提供完整的格式这样要依我们的格式提供这样就可以了 嗯后续可以再你可以再确认一下我后续我们会再提供给就是比较会所比较多的分会来 就是呃就是各分会的分支机构的名单 然后让大家就是先进行一下初步的盘点这样子 嗯好OK感谢 感恩 我提问 感恩 苏芬师姐 我是约旦华秀 是 我刚刚写了啊 就是说在全线申请这一方面 到时候您是会给我们连结那个那个表单 我们自己填写还是有本会填写 呃就是你们自己填写就好了 就是我会提供连结给大家 对 哦好感恩 我呃就是等一下说明会结束之后我会呃把呃这个简报提供给大家 那上面就有连结哈哈哈它是一个谷歌的连结那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填写就可以了那我会呃就是在12月底前前我收到大家的呃填写的名单之后我就会一这个名单去申请 然后帮大家开全线 然后看完全线大家就可以用了这样子嗯 他的他的流程的话是比海外行动系统是单程因为海外行动系统有很多是要用到制工那边所以他会相对复杂一点点嗯感恩 了解感恩 感恩好请日本分会 啊 除分师姐你好你好你好想问一下之前我们有填过那个名单那刚才也有再提出来那需要再填一次的意思吗感恩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系统 这个是对这个是全球会所管理系统它是跟海外行动系统是不一样的哈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系统所以就是说就是日本这边是呃是由未来是由谁来维护这个会所的资料那就是请日本分会确认了之后然后提名单给我们嘿这样子我们就会来开启权限 哦好好了解感恩感恩 好那请问还有哪位呃菩萨要提问的 嗯俗文师姐我是美国的资讯的耿重是是就是我想大家本会在收集这些资料我想是非常好然后未来有没有计划把这些资料分享给我们其他外面使用譬如说你们刚刚提到网页的资料 等等那未来我们是是美国的网页可以藉由这个系统来读取最新的资料 而不是两边在做做做做相同的工作那是这可能比较针对未来这些资料的一个分享的部分那不知道本会的计划是什么啊好呃非常感恩那个耿重师兄提出来这个问题那这问题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们目前就是在进行的一些计划我们希望就是资料可以从本会这边提呃就是整合会整之后就是呃 因为他变成一个一个的服务那目前就是为什么刚刚讲说他呃这个我们全球管理呃全球会所管理系统他串接了六个系统哈他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服务他已经变成一个API所以他是可以提供的没有问题对那但是就是呃怎么提供那可能就是我们会在呃跟资讯处串联这样子然后请资讯处再直接提供 比较技术面的部分嗯这样子嗯这样子可以回答到问题吗有感恩谢谢感恩对嘿嘿这个也是我们开发系统哈我们希望把它放放到同一个平台上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哈那当然其实呃如果在各个呃就是呃呃分会就是有很多的资料的时候呢就是呃大家的资料资讯是一样的才不会说呃可能就是呃呃 当地公公布的是可能10个会所可是本会这边只收到5个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资讯就会落差非常大这样嗯好感恩那请问还有哪个国家的菩萨要提问呢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呃请大家就是在12月 变底之前那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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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也请就是 当地提供名单给我们这样 好 那我们希望就是 借由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把 全球的会所的部分的资料 能够更完善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 就是一个全貌 不然的话我们其实事实上 我们很多海外的分析机构的 其实可能在某个地方 其实是有的 可是我们其实却不知道 那我们希望在 透过这个系统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整合这样 好的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后续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欢迎大家加入这个 LINE的群组来提问 或者是写信给 就是墨学也可以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那明天还有一场 如果说就是有些还没有加入的 那明天也可以一起再来 就是线上聆听这样子 好的 非常感恩大家 感恩 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咯 感恩大家 感恩师姐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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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师姐 不好意思 十分师姐 还有一个问题 请说 想问一下这个分支机构连点 是否有包括 好像难民学校 或者是那个 一整中心 一整中心有 难民学校如果是我们自己负责的 是由 比方说是分会在管理的 那其实是可以 是 它不算是我们的分支机构 因为除非是它是一所 我们在管理的学校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后续再确认一下 就是 呃就是 呃因为有些我们会放进来 比方说 马来西亚很多当地的 因为 呃就是马来西亚有很多名称叫做 人文学校的地方 其实在我们 是一个叫做 在台湾是类似像 亲子成长犯这样的东西 它并不是我们 它只是社区的一个 一个 一个叫做 一个活动的东西 它不是我们的机构 这样子 对 机构这样的东西是 我们要有去管理的 协助的 比方说环保站 可能是我们在 协助维护跟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才会列入会所里面 这样子 但是如果像 人文学校 它其实名称是叫做学校 可是它并不是 我们在管理 它可能是借用 呃可能 某一个学校 当地的学校 比方说当地的小学或中学 然后借用这样的场地 然后再进行 亲子成长班的课 哦 这样子就不算 这样就不算我们的机构 所以当初很多马来西亚 这样的 的呃部分都是被 呃从我们的 会所里面是纳掉的 啊 会所顾名思义 其实是要由我们来负责管理的部分 才算是这样子 嗯 ok好 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大家都可以啊 后续在写信或者是在line里面再问 再提出都没有问题 好感恩大家 那我们就这样子咯 感恩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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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